וץ Yo大家好 歡迎來到高sir 定能量時間 小市民憑良心做實事說真相 今集高sir將會和大家分享 五一勞動節高sir和黑超哥落到街頭上 場面驚險得來 不過都有點體會 今集高sir將會和大家分享多一點 今天五一活動的體會 節目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分享讚好留言 還有訂閱高Sir的頻道 大家也可以看到今天五一勞動節五區開花 五區開花搞不定之後 他們在Telegram群發起一個撐旺行動 天馬行動就撐旺店 大家可以看到旺店製造假象 生意很好 當然之前黃色經濟圈都出現了一些 初頭看起來好像很好 接著我們叫後徑不計 很多旺店都倒閉了 我相信五一黃金周過往 我們很多內地同胞下來的時候 去購物消費 去帶旺了一個很厲害的經濟 你說純粹只有香港七百多萬人 去帶旺 還要說什麼七百多萬 可能只有百多萬去帶旺那些黃店 我又看不到它可以持續 可以令到黃店可以不斷地生存 有一個持續發展 這件事就真是消筆 不過黃餐黃店是其中一件事 因為五一遊行 基本上職工民搞五一遊行就cancel了 它就改造全港六十個街站 有六十個街站去進行一些推廣 大家都可以看到它化整為零 即化整為散 即散開六十個點 基本上昨天高sir正能量都說過 它其實去搞五區開花 還有搞遊行最大的原因就是吸損民 高sir和黑超哥今天和何啟明議員 就去了旺角混亂的現場 去目測或者深入險境 去了解一下到底是怎麼回事 當中有些驚險的場面 先說高sir看到什麼 第一高sir其實去了銀行中心 有一個點我們叫酒店業工會 酒店業工會他們放了個棚 高sir走過去看看和黑超哥 然後走過去看了一圈 看到職工民主席肥午 肥茄在這裡叫咪 呼籲人家加入工會 然後又是說一些歪理 即是說一些歪理 然後高sir算了 轉過頭就走回去 因為何議員在這裡的時候 免得風道問題 免得走過去 然後高sir就跟何議員說 然後轉過頭 說不要緊 我們走過去看看是怎麼回事 走過去之後 可能肥肥午就發現了 知道高sir和黑超哥的蹤影 因為很容易認識 然後就馬上走了 記者也走了 超無奈 不過就是可以看到高sir 走過街站都拿一份傳單看 都是一樣 講五大訴求 吸工會的會員 說真的又是吸選民 接下來 最後一頭就走到朗豪方那邊 朗豪方那邊 大家都知道 今天有看新聞都可以看到 朗豪方那邊最早搞事 為什麼呢 因為高sir走到過去的時候 其實職工文李卓人 基本上已經在這裡搞事了 話說前因後果就是 他們擺街站的時候 他可能是多於四人 有警察走過去 我收到少少中間的插曲 警察就過去分隔和驅散 然後高sir過去跟黑超哥一路走過去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很混亂了 當然一路走的時候 你知道黑超哥大約不超 而且我發現我沒有轉 很容易認識 然後一路走 有些年輕人已經認到黑超哥 其實高sir也不知為何 其實基本上今天都串了一部超 戴上口罩 然後又是被年輕人認得出 然後一路走 然後有一些建設的朋友也認得出 大聲叫高sir 有些好像瘋了走過來想拍照 高sir想說 其實在混亂情況千萬不要太大喊 不要失去常態 因為很危險 高sir不是擔心我和黑超哥有危險 其實高sir擔心你們有危險 因為在這麼多暴徒的街上 你這樣去說的話 基本上很多暴徒就會馬上 不是對付我們 而是對付你 所以高sir建議大家 都要忍耀和安全情況下 才好表露出你們的建設陣營 還是不建設陣營 以免自己有些傷害 不過說回職工民那邊 職工民那邊 警察去到 李卓人 我經常說 爛船都要三分釘 同樣地都是拿傳媒鏡 也有傳媒捕捉 他身邊之前很多人 就馬上去散債 只是他街上只有一個人 就說 我只有一個人在這裡推廣 然後扭總 就拉我一擊 搞我的言論之後 這些非常愚蠢 擺明是搶眼球 對不對 高sir和黑超高都看得很清楚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 打算救救小高羊 就抓了兩個年輕人去聊 一邊聊一邊聊一邊 聊了一陣子 然後都覺得好像細色不對 開始要散了 因為人們開始散了 那些年輕人之前 很瘋癲地去罵警察 就轉過頭 慢慢聚集回去高sir 黑超哥那邊 見世色不對就走 完了就走了 已經走了 然後 哇 何啟明議員又是被人認得 又是被一條瘋子罵 然後 我們唯有見世是這樣 就走快點 然後上車 接著 接下來有一站 就走了去太子 即是我們看831現場 經常說831 下去都很風平浪靜 乾淨了 就走去太子地鐵站後面 咦 軟到長毛 是嗎 高sir就開始 咦 釘一釘 咦 長毛為何在那裡 然後就上網去看一些新聞 高sir有一個大發言 就是其實去60個郊 除了是給選民之外 還是什麼呢 他是給一些 接下來有機會 疑似出戰的參選人 站 例如是觀行站 觀行就有地盤工會 下去站 大家 咦 然後我看看 為什麼黃之鋒和觀行有個區議員 梁凱晴會在樓下呢 當然了 黃之鋒之前傳得很厲害 就說會參選的 梁凱晴就是我們叫政治素人 有樣貌 都傳言得他會出戰的 高sir又在想 其實這一站是不是為他們而設的呢 是吧 為他們拉票 或者是提高知名度 接下來出戰立法會選舉 而去擺的呢 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對方其實已經是在做事了 已經是很積極地在做事 有計謀地在做事 大家可以看到整個過程 流程表情是和理性 是吧 幾天和理性 跟著 那個31日 即是我們講的31日紀念 去到王國差館那邊 獻花 跟著 就是五一 就化整為零 去第一去推動黃店 是吧 黃店推動經濟 第二就是呢 將遊行去拆散了 化整 化整 就為散 就去六十個點 六十個點 每個點 去吸選票 是吧 第二就是呢 給一些未來疑似出戰的 我們叫人士 就出去 亮相在那些街站上面 務求在那裡 吸一些眼球 還有呢 提高他們的知名度 整個策略來的 接下來下個星期呢 就是 荷魯姆啊 接著 就是每個禮拜 都有事情搞的了 即等同於 1 1 2 4 即是區議會選舉 翻辦一樣 高sir這樣說 那所以 即是我們講 建設力量 我們更加 不可以去怠慢 高sir呢 即是五一路重戰 早上一早 就走了去 唐樓那裡 去設一些傳單 即是高sir之前 印了一些傳單 就攝了三四十棟 即是三四十棟堂樓 逐家逐戶去攝 我希望有些誠意 那我早上去攝 那下午呢 就去撐一下 黑超哥的 救救迷逃高揚活動 長程一片 就等黑超哥的頻道出 大家可以看 高sir也要分享 接著到 既然活動 旁晚至晚上 都繼續去設傳單 希望呢 等待家裡的市民 可以在信息裡拿出傳單 看到那張傳單之後 提醒到他們 真的要登記做選民 不能夠去抬慢 明天呢 接下來 就是 登記選民 最後一天 高sir再次 呼籲大家 登記做選民 高sir也想說一說 感受 今天呢 收到一個 我們叫做義工的電話 然後問 你為什麼可以拿到電話 為什麼有高sir的電話 他說 有人給他 有網紅給他 不要緊 高sir也會去搭 搭很簡單 我還要他不識錢 誰不知不是 原來他就問 高sir的街站在哪 我便搭去明天 三個站 李靖屋邨 幸福邨 和元州商場 回答他 你明天下來 我們有表格 可以幫你們 有義工幫你填 然後他說 好遠 好遠 不要緊 我跟他說 其實明天 可能文建聯 或工聯會 他在對面海 都有開 我說你去銅鑼灣看看 鑼灣仔看看 他一定有開 然後他說 到底在哪個位置 那 基本上 高sir不是民建聯 不是工聯會 高sir又回答他 不如這樣吧 你明天打去 民建聯會 工聯會 他們有個總部電話 你去問一下 查詢一下 可能會看到 或者你上Facebook 看 他們都可能會做出來 然後說 哇 那麼麻煩 那麼麻煩 我說不如你這樣吧 上網前 叫做 上網沒有Copy 哎呀 上網 沒有Copy 不要緊 然後就在那裡罵 說 為什麼他們 沒有人聽電話 那麼 今天五一勞動 只是假期 對不對 說明 勞工當然要休息 對不對 那麼 高sir 一個很深的感受 其實我覺得 建設還有很多這些人 所以如果大家都想救救香港的話 大家都不要那麼計較 義工都無私付出 真是日曬如臨 都願意站在街上 呼籲市民去登記 喂 高sir 喂 說真的 平時大把工作做 喂 這十天都放下公司的東西 喂 真是由朝起到晚 跟著放假都還要洗樓去設傳單 喂 這些真是無私付出 是吧 大家一人一步 香港更進一步 我覺得有些網民 喂 倒不如大家浪費少許時間 上網 填張表 跟著發電郵 是吧 或者下去街站 喂 坐地鐵很方便的嘛 坐地鐵巴士都很方便 就是我相信在香港 你再遠了 你去一個地方 都不需要超過一個半小時 我相信 是啊 因為公假期不會失車 所以 與其大家想救香港 倒不如付出少許時間 一起出點力 就是 我們不介意去出力 去呼籲 但是希望有些市民都不要計較 就真是 下去有些街站 人家義工幫你填張表 幫你交賣都可以 好嗎 就是那個 與其 與其 跟隱計較的話 我們 倒不如 我們放下一些的 跟隱計較 放下一些的 成見 或者是自己一些 就是 可能你對地位很高 地位高 地位大 就是救香港 沒有分地位高低 是吧 大家都要救香港 憑努力 就是去救香港 好嗎 高sir正能量 分享到這麼多 記得登記做選民 最後如果未登記做選民 明天可以下街站找高sir 好嗎 最後記得訂閱分享讚好高sir的頻道 好嗎 高sir就到此為止了 希望明天安全 不會再有什麼開花活動 好嗎 拜拜 好嗎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